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考點分析 這個考點分析主要是針對我們研究所的同學 研究的同學 因為最近有這個爭議 社工善靠 新倫有社工善靠 3月12號才做社工善靠 社工善靠這裡面組織的問題 當然法律上的問題 其實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不是在上法規 我們是在警察組織 那這裡面我們要談到的是什麼 談到危機管理的問題 還有警察文化的問題 我們講危機管理 這個對於警察來講是一個危機 忽然間很多 包括社工團體 包括台大社科院的 很多出來罵警察 那局長也出來說明 警證署也出來說明 但是說明是不是很OK 不知道因為會不會有後續的那些 這危機處理有沒有處理好 我們不知道 可是應該也沒有什麼大不了 為什麼 因為那個是由檢察官發居票 不過 這個用語 因為警察官有發居體的居票 所以我們善靠是合法的 這句話講了一半而已 這句話講了一半而已 他裡面還有涉及另外 所謂偵察不公開的問題 那為什麼善靠要在媒體裡面披露 為什麼要讓大家都看到那社工善靠的 是不是 為什麼讓媒體去拍當事人的臉 所以社工對這事情的 到底涉入的程度 我們不清楚 那我們社會常講的是 無罪推定原則 檢察官發居票 不代表他有罪 不代表他真的涉案 至於可能有一些事情必須要怎麼樣 必須要去釐清 那檢察官為什麼發居票 檢察官有他的立場 可能時間緊急啊 他不會用傳票先傳 他可能怕逆 如果萬一有涉案的話 可能會串供啊 可能會滅證啊 因滅證據等等 他有這樣的考量所以發居票 可是發居票你把人帶去就好了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這樣做 好 我們的第一部分先談所謂的危機 什麼叫危機啊 這個就是危機嘛 什麼叫危機 當組織發生陷入爭議事件 當組織發生陷入爭議事件 威脅到組織的重大價值 在處理時具有時間壓力 迫使決策者必須做出決策 該決策可能有重大影響 他具有分歧性 緊要性 關鍵性 還有決定性 這就是我們的危機啊 所以這個案子出來的時候 馬上有局長要回應 頂政史出來回應就是什麼 迫使決策者必須做出決策 那決策會有重大影響 局長出來講話 署長出來講話 講話的結果可能會 對社會到底是 把原來的爭議壓下去 或是更大影響 那就不知道了 要看後續嘛 因為他才剛發生而已 所以他不同於一般決策過程 有較充分的時間跟資訊進行方案 可以做方案的分析跟選擇 你沒有這個時間 跟沒有這個資訊進行方案的分析 所以危機發生 但是危機發生 不代表必然是負面 有時候什麼 你如果 有能力的 化危機或轉機 也可能是贏家 你處理好的話 反而是更好 反而更好 因為危機就是這樣子 那危機怎麼辦 垃圾桶理論知道嗎 垃圾桶理論告訴你什麼 告訴你 要平時要多準備一些副案 要做芋擬 因為他時間不確定 他處理的方式不確定 因為人經常流動 今天的公關室主任表現得很好 調了 調局長去的 剩下來新來的 公關室主任 是不是人才不知道 處理上 這個 所以垃圾桶理論告訴你 你平時要多準備一些副案 多做一些演習 演練 放在那個地方 等危機發生的時候 垃圾桶裡面一找 這個方案可以用 直接就丟出來了 順便講 垃圾桶理論不是垃圾喔 不要一天聽垃圾桶理論 你就黑龍垃圾 不是這樣子 他是真正 老實講 我們在應付危機裡面 最最符合我們決策模式的 就是垃圾桶理論 什麼理性啊 什麼政治性啊 那都 不適合用在危機處理 因為他時間緊迫啊 你怎麼用理性 你沒有資訊啊 你沒有時間啊 你沒有這個 你怎麼 你怎麼去做理性分析 那你說要做滿意決策 你怎麼知道人家滿意的是什麼 你政治性決策 長官 長官需要的是什麼 你丟出來 可能後果更嚴重喔 知道嗎 人也不能漸進啊 時間擠破 怎麼漸進 所以 危機處理最好的 是垃圾桶的決策模式 那危機管理 什麼叫危機管理 危機事件發生後 對危機情境維持一種 持續性動態性的監控跟管理過程 以降低對組織的傷害 這叫危機管理 危機管理 危機已經出來啊 你不可能說 啊你再縮回去嗎 縮回去你的肚子裡 讓它不發生 不可能 只能怎麼樣 讓它降低損害到最低最低 甚至於說危機轉機 變成贏家 這個過程叫做 危機管理 危機處理不好 會對組織造成更大損失 危機處理好 可能變成轉機 危機 那危機情境下的決策 一般有階段性 突發性 威脅性 這些 這些情形 幾個特性 那幾個特性 可以參考一下就好了 那麼我們危機管理的架構 應該要是怎麼管理 這才是重要的啦 這才是重要的 我們來講 危機分為四個架構 第一個潛伏期 第二個爆發期 處置跟善後 四個時期 那第一時期叫做風險管理 也就是說我們講垃圾龍理論 就是在講這個 垃圾龍理論就講這個 風險管理 我們預知它可能會產生 各種不一樣的危機的時候 我們要在它還沒有發生之前 防患於未染 能夠不讓它發生 盡量不讓發生 我們先去訓練人員 讓它有正確的法律常識 讓它知道我們應該要怎麼做 法律常識 平時就引你緊急應變計畫 你要丟在垃圾桶裡面 把這些可能發生的計畫 先丟好 演練啊 垃圾龍理論講這個 那麼危機處理 危機發生的爆發期的時候 臨危不亂輕重反擊 臨危不亂很重要啊 看誰 看你的主觀啊 有些不適任的主觀 一碰到危機就是 心情膽戰啊 亂成一短 失去空 對不對 不會想事情啊 不會想事情 就會直接反應啊 馬上去做處理啊 處理 結果越處理越糟啊 往往第一個處理就是說謊啊 原謊啊 講虛偽的話 能夠騙過去就騙過去啊 那是最糟糕最糟糕 所以我們要啟動危機處理小組 確定危機所在 集思廣義有小組幫忙定調想事情啊 不要讓主觀一個人在那邊直接 碰到事情直接去面對 面對出來講的話就會亂七八糟啊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這樣子 你的失利不會非常的周全 一定都以偏概全啊 那有很多人集思廣義才會走到中正 中正出來才會不偏不倚 不卑不亢 好 再來處置啊 控制處理轉回危安啊 爆發期我們經過了啟動危機小組以後 開始做處理啊 避免危機擴大 迅速解除危機啊 統一對外發言 為什麼局長會跑出來 你不要找偵察隊長先講一次 然後分局長又出來講一次 然後局長又出來講一次 那講完了 三個講的都不一樣 你的微信就不見了嘛 那乾脆統一發言 那局長發言適不適當 不一定不適當 但也不一定適當 就看社會的接受程度啦 那為什麼我們要有發言人制度 是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最後一個定調者 萬一發言人講的不妥當 我們還有回收的餘地啦 可是你局長直接出來 講了當然會有微信啊 大家知道警察局的態度 可是如果態度不對 後面就沒有人來圓這件事情 所以要散後啊 敷衍重建評估 每一次都要檢討啦 我們這次碰到什麼 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每次都要檢討 這是四個 我們四個旗別裡面 做事情應該要做的 那這裡面有一些 應該要做的細節問題 都請大家做參考 就是四個旗 那我們從文化的角度來看這一件事情 台北市警方說明此案 警方有開出拘票 警方依法具體 並依相關規定上告 警方考慮 當事人的隱私盡量不要當事人曝光 欸 盡量不要讓他曝光 為什麼他曝光 你講話不是扭曲事實嗎 你有盡量讓當事人曝光 可是他為什麼會靠著手銬 然後走在鏡頭前面 那另外警官也表示 此案全國注目 警方的動作都必須合法謹慎 只是上不上靠都會限制 父子疾慮的窘境 上靠會質疑違反比例 不上靠會懷疑特權 警方依常態性原則合法性行事 並兼顧人當事人的權利 所以應該這樣做沒有錯 講的沒有錯 但是事實上漏掉了一點 後面再說 警察局長也出來表示 這是新聞寫的 我不知道 我沒有看他到底講什麼 新聞寫的 因為有居票上票沒問題 但待對部應審酌涉案情結 本案卻有過當情勢 火速懲處等等 那地方當然基層就不滿了 你以為媒體說你就欺負我自己的人 那這是警察的文化 警察的文化就是這樣子 要不要改 不可能改 一定是這樣 斷尾求生 每個人都是棋子 都是長官的棋子 雖然聽起來不好聽 但是確實是這樣 因為你不斷尾求生 長官就混不下去了 那長官混不下去 你整個組織就亂了 對不對 那本來就是應該這個樣子處理 不然難道長官下罪己照 然後辭職嗎 那你處理的人也沒事嗎 長官下罪己照 你政察隊長 還可以安安忍忍在你的位置嗎 那還用說 對不對 事實上處理就是這個樣子 不要再批評這個 本案上不上銬其實是不是問題 那我們來看看 111年2月有修正 警察人員使用警察規範 第6點寫什麼 經執行居體或逮捕 應審酌下變情形要不要上銬 被告或犯罪人嫌疑人的精神狀況 這裡怎麼智慧改 精神狀況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身體狀況 及相對介護的能力 身體狀況好不好 我們介護他 沒上銬有沒有困難 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所犯罪名 重不重 這個 那麼這個社工 涉及到他說是偽造文書 重不重大家去受判斷 不過第7點 他寫 警察人員使用警靠的時候 應注意事項 不得於越必要的程度 不得越 對啦 必要的程度 並盡量避免 露上 靠部位 露出 怎麼會錯字這麼多 這是copy過來的 怎麼會錯字這麼多 不避免露出 上靠部位 維護使用者對象的身體跟名譽 對於使用警靠之人 任無繼續使用必要的時候 應謹事解除 不得以使用警靠為懲罰之方法 懲罰的方法 所以 並非 檢察官簽發的拘票 就一定要上靠了 又上了警靠 何以要面對媒體 讓他們拍照 當是你的名譽呢 這裡面其實跟警察的文化因素有關 因為什麼樣 因為貪工 冒進 忽略人民的感受 原來以為 虐童案件 社會矚目 破案 可以得到掌聲 結果適得其反 所以警察人員內部文化 應該隨著時代進程 隨時檢討 那麼 上述警靠規範的修正 就是這樣的意思 告訴你 警察人員使用警靠規範 做了修正 修正以後 就是說 不是所有的案件都要上靠 上靠應有所斟酌 因為面對社會的質疑說 警察隨便上靠 然後要維護 你上靠是 重點在 上靠的重點在哪裡 在保全 保全讓這個證人 犯罪嫌疑人 不要逃逸 保全 執勤人生命身體的安全 而不是讓你在顯露說 我怕 我多偉大 這個文化要改 可惜執行人員 沒有理會 該規範修正的真正內涵 而產生這一次的危機 這是文化的問題 這裡面牽涉到 我們組織文化的問題就在這裡 貪工冒進 哇 破案了你看 我可以在媒體上露出 你看我多棒啊 長官要多給我關愛的眼神啊 那我就可以得到 升遷的機會 他沒想到 適得其反 但是 我們從回來再看到 我們警 警協使用條例 使用警靠的修正 他其實已經開始在掌握社會的脈動 問題就是說 光修法沒有教育 我們的基整還是我行我素 照原來傳統的文化觀念 上靠啊上靠啊來就是上靠啊 你違法就上靠啊 對不對 你還可能還會質疑老師說 不然就叫他照戲要怎樣 對不對 那照戲要怎樣 就是我們的文化因素 每個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要考慮到的 這個社工會不會跑掉 也可能跑掉啦 不能說完全不跑掉 可是他有 我們有沒有能力不上靠可以介護他 一個女孩子 一個女孩子 那偽造文書 罪名又不重 當然 虐童的很 虐童的很殘忍 那個應該判很重 但是偽造文書 這一部分 他絕對不是故意的吧 可能懶惰啦 可能什麼 造成這個結果 但是他只是間接犯 對於虐童的部分他只是間接犯 他不是他 又不是他去教授的 那麼不要獵武 不要獵武 所以這個題目給我們 因為剛發生 給研究所要考試的同學做參考 或許你們有自己更好的見解 可以發揮自己 但是注意這個議題 可能會在我們研究所的考試的時候跑出來 好 OK 那考點分析就到這裡 謝謝